帮助今天全世界的人们看清楚想明白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把已经混乱和颠倒的善恶是非 美丑至于的标准通通纠正过来 早在1982年 全世界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联合国举行会议 共同商讨21世纪化解人类种种灾难的最好方法 他们的结论是 人类必须要回到2500多年前的中国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当中 才能找到解救的方法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呢 简单的说 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它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中华文明的价值观 它是我们这个民族千年万世以来的源头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 告诉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未来要向哪里去 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灵魂 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依靠 它也是历朝历代 治国安邦的立国之本 它是千年万世以来 每一个家庭和睦兴旺的法宝 它也是从古至今 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指导原则 中国人的安身之法 齐家之宝 立国之本 民族之根 统统都依靠着这条 永不断绝的民族命脉 它也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中 唯一没有断绝过的民族命脉 中华文明是诞生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 但一百多年来 西方的侵略、战乱、灾荒和各种运动、斗争 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来自西方的污染 使中华传统文化到了灭绝的边缘 当一种文明没有继承人的时候 就是它即将灭亡的预兆 中华传统文化 当一种文明没有继承人的时候 就是它即将灭亡的预兆 不但如此 传统文化还成了社会大众嘲笑的对象 大家对它的印象是丑陋的、封建的、落后的 回老爷太太 张建护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啊 对中家也没有余粮啊 粮子既然张先生来了 就让咱家的罗子呀、马呀、那些个大圣口都歇了吧 在人们的印象中 只有美国的、西方的才是人们的追求和梦想 总之因为抛弃了太久 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人们已经完全陌生 完全不知道